我们读一节圣经 生命纪第32章第10节到12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又如阴搅动草窝 在除阴雨上两次三掌 结取除阴 悲在两翼之上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我想这都是我们经历的写照 在人生大而可畏 荒凉的旷野也受吼叫之地 但是我们的神主动的来遇见我们 在这边讲到他环绕我们 他看顾我们 他保护我们 而且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 他世面环绕我们 以得救的乐歌世面环绕我们 他是我们的长生之处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喜欢第10节的神 我们不喜欢第11节的神 就是那个搅动阴巢的神 其实第10节的神跟第11节的神都是统一位神 第10节是他单独的引导我们 第11节他更是单独的引导我们 当他看守我们 环绕我们 保护我们的时候 哎呀 我们觉得主你真好 但是在第11节当他在这里搅动阴巢的时候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成长的苦难 为了帮助我们成长 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可以翱翔天地 为了帮助我们可以逃避仇敌的攻击 他需要训练我们飞翔 所以到了第11节的时候 他就搅动阴巢 搅动巢窝 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训练飞行的时候 他还是独自引导我们 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他仍然在思维环绕我们 他也用他的大能的绑壁在这里扶持我们 所以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 不管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 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 真的是有特别说不出来的旨意 有特别的恩典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往下看 但是在我们看之前 我是觉得早上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 讲到整个苦难 因为这个世界 主自己都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 苦难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面对苦难 就像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失败一样 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不在于 我有没有软弱失败 而是我怎么样子来处理我的软弱跟失败 今天不是我们人生里面不会碰到困难 不会碰到苦难 而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 所以我们要逃避 不要去做苦难专家 去替别人分析他的苦难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有的书上写这种苦难 有二十种有三十种 弟兄姊妹不管他有多种 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了 但是我们不要去分析别人的苦难 当我们碰到别人受苦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说不出来 那种爱 那种同情 那种负担 他如果是因为不认识神 或是因为信主了还犯罪而受苦 那我们也要同情他 因为在一种软弱在仇敌的瑕疵底下 那更不要说当我们碰到一人受苦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里面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这是因为神的荣耀在其中 因为这是神跟他之间单独的故事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 在苦难中要有一个非常正确而合一的态度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约伯记的时候 十九年前 我曾经引用了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Chucks Wendell 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 也是后来一个他一直都是很有名的牧者在美国 这个有人说他是美国的Spurgeon 他是美国的施不真 因为他的信息非常有利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听到一个神学教授引用Chucks Wendell 在讲苦难的时候他所讲的例子 那我不晓得十九年来你们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例子 就是讲到有一个爱祖的姊妹 他自己是一个寡妇 他非常辛苦 把他独生的儿子养大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 后来那孩子就跟他的妈妈讲 他说神的爱感动他 他要去做宣教神 这个母亲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他还是知道他的孩子爱主 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他也答应他 虽然这是他独一的儿子 最宝贝的这么多年辛苦 这么多年情感上各方面 这个孩子是他最大的安慰 是他最大的喜乐 也是唯一的血肉之亲 所以这个孩子那天跟母亲告别 走了从美国纽约坐飞机 那么他要到南美洲去做宣教室 那么经过弗洛尼达 Miami转机的时候 这个孩子非常爱他的母亲 在转机的时候 从旁边人丢下来的报纸 撕下来一块 跟他妈妈写了几个字 鼓励他妈妈叫他不要难过 安慰他母亲叫他放心 然后把这封信寄出去 那么寄出去以后 孩子继续从Miami搭飞机 要往南美洲去 没有想到他的飞机起飞不久以后 飞机出事了 坠机 全机全部死掉 当这个消息传到他母亲心中的时候 传到纽约去的时候 他母亲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独生孩子 就这么一个孩子 而且是为了爱神 把自己奉献给神 而他才出门 才上路 才刚刚要开始他这个服侍之旅 结果就坠机 就死掉了 所以他母亲痛苦了那几天以后 突然收到他儿子在转机的时候 寄给他的信 流的眼泪打开来看 看他孩子那么关心他写给他的信 哪里晓得就在这个报纸上面 他撕下来的这一块 有一个商业广告 里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字 叫做Why 为什么 WHY 那个母亲说这一个字 正好就是她当时心里面对神的问题 叫做为什么 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 你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 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苦难中 我们都会问神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尤其我们看到这么爱主的人 他为什么要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 尤其当我们自己在这里 尽心竭力地侍奉神 为什么我要遭受到这样子的冤屈和伤害 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有这样子的误会 跟背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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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在苦难中最常有的问题 不仅仅是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字 叫做Why Me 就是为什么是我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惑 弟兄姊妹 我们不见得都有答案 但是他背后都会有原因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 神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件事情 随便临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因为他爱我们 他甚至可以为了我们的罪斗舍命 他怎么甘心叫他所爱的 为了他所舍命的我们这些的人 让我们白白受苦 所以圣经上说到 神不甘心使人受苦 圣经上说到他从来没有降灾的应言 弟兄姊妹 在苦难中我们很习惯的我们就是要去找答案 但是不见得都有答案 而且也不一定非要有答案 我们只要知道主在掌权 我们只要知道主永远爱我们 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能够在这里经历主的恩典够用 或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说 主啊有你够了 虽然我不知道答案 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却愿意借着这件事情 我在信心的里面见证说 主有你够了 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是弟兄姊妹 当我们能够在这里活出来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我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中 我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虽然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做见证说 靠着那爱我的主 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无论是患难 是困苦 是逼迫 是饥饿 是吃生肉体 是任何东西 保罗所说的刀剑也好 各样的危险也好 但是保罗所说这些东西 都不是重要的事 我靠着爱我的主 我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受苦中的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管我们为什么受苦 原谅我说 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真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有答案的 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受苦 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 太多的时候我们受苦 是因为我们犯罪 我们带来自己把自己放在仇敌的手中 太多的时候我们逃出了神 给我们安排的范围 我们在那里受苦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一祷告 就知道怎么回事 而认罪悔改归向神 基本上这就是出入 已经把很多的难处除掉了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 再三祷告神 我们的心都不责备我们 那我们就向神坦然 我们就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 主啊我要在这里见证 就算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知道你永远掌权 我知道你永远爱我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做 我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用 我知道你陪着我经过苦难 兄弟妹这是我们在苦难中 要该有的态度 所以早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说 碰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个难处 我们知道他掌权 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 他仍旧坐着为王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 是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 不管是环绕我们 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是用施恩的方式 是用帮我们解决难处的方式 来让我们经历他也好 还是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被他搅动阴潮 所有的安乐窝 所有的倚靠 所有过去那种蒙恩蒙爱的经历 好像统统不在了 当我们在那里 从高空往下坠的时候 当那个眼前就看见 要落到地上粉身碎骨的时候 神那里到底在哪里 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突然经历到 在下扶持 那个神展开他的翅膀 他全能的绑壁在底下截取我们 他不会让我们粉身碎骨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凭着信心面对苦难 凭着信心与神同行 不光结局很重要 整个过程更是宝贵 任何的苦难帮助我们靠着他 任何的痛苦让我们更靠近他 更来依靠他 经历到什么叫做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故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弟兄姊妹不带到死因忧故 我们很少这样子第一手的来经历 神活泼真实的同在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 有太多的侍奉 是我们不需要神 我们照样可以做的 有太多的环境 太多的问题 我们是觉得我凭着我的本事 我可以解决的 直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进了一个 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局面 而就在死因的忧故里面 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们 死亡笼罩 黑暗笼罩 我们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 我孤单 我害怕 我受苦 我无能为力 我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发现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就在最不可能的里面 他让我们经历到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在我们最孤单无助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 在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才发现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原来一直都陪伴着我们 各位姊妹 这是过程中 过程中太宝贵了 所以在过程的里面 让我们来经历 来见证主的恩典 真的是够用 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经历到主的同在 从来不离开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信心 借着这些的难处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住的增长 我们能够对神有第一手更真实的认识 所以当我们在讲风雨生信心的时候 特别说到神 容许把我们放在风浪之中 容许狂风暴雨来 彼得这些门徒们 根本都没有想到要去叫耶稣 因为他们认为凭着他们的经验 他们可以应付 只是风浪更加变大了 那个水都进了船 船都快沉了 等到他们真的发现 他们天然的经验 天然人的能力 天然人的把握 通通没有的时候 他们在这边说 夫子啊我们上命了 你竟然不顾吗 跑来找主了 所以风浪逼着我们 转向救助 而风浪帮助我们 真认识神 当主耶稣起来 斥责风浪 风浪平静的时候 门徒们都大大的惊讶 说这到底是谁 他们早就知道耶稣 早就跟随耶稣 多少次已经看过 耶稣行神迹了 在风浪之前 耶稣行过太多的神迹 他们都看过了 但是那一天 当他们被带到绝境的时候 他们对基督 对神的儿子 产生了一个更新 第一手的认识 这到底是谁 连风浪都听到 等到下一次 再碰到风浪的时候 他们不仅仅能够经历到 耶稣能平静风浪 连彼得都可以 凌驾风浪 走在风浪上 弟兄姊妹 这个叫做 不出增长的信心 神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提升 提升我们的信心 提升我们对祂的信任 提升我们和祂的关系 提升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这是主在一切的环境里面 在我们苦难中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够 招踏主给我们的环境 为什么早上结束的时候 我唱 地陀生弟兄的那首诗歌 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难处 就巴不得早一点能够 难处解决的未来能够临到 今日盼望将来 但是将来我们会后悔 今天错过 因为所有的机会 都是帮助我们 更深的来认识神 我们帮助我们 这个人的生命 被神更深的改变 这过程太宝贵了 过程太宝贵了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身上的难处 还有多久就会过去 不要招踏它 不要浪费它 借着这一切 我们跟神连接 借着这一切 我们来第一手的认识 我们所信的是谁 借着这一切 我们来经历 来见证 主的恩典 真的是够我用 他说够用就是够用 他的恩典这么多 我的难处这么 我的难处这么大 我感觉他恩典 只有这么少 是谁出问题 当然是我出问题 他说恩典够用就是够用 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 说主为什么有这个落差 为什么我觉得恩典不够 为什么我觉得软弱 为什么我觉得害怕 为什么我觉得我过不去 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 对主的认识 对主的经历 都在成长中 我们需要主 借着每一个的环境 让我们来经历 来见证 他的恩典果然够用 所以师父真弟兄有一次在他很灰心很绝望的时候 他自己做见证 他在他做了他客家客厅 另外一个仆人也做过类似的见证 非常疲倦的时候就突然看他墙壁上 已经挂了很久的一封经文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那个四字是现在是 就表示现在就够用 不是从前曾经够用 也不是早晚会够用 将来会够用 而是每一个的现在就够用 哎呀当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 他说那个动词 特别用一个不同的颜色来表达 是一个现在是 那天神就借着那句话 一下子临到他 主的恩典现在就够用 我感觉不够用 我的精力不够用 弟兄姊妹那是谎言 那是我自己不够 那是我对神的信心不够 我可以向神要 你既然说够用 那就是够用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向神祷告的 真的是太多的时候 我们里面真的是觉得就是过不去 我们那个痛苦笼罩我们的时候 那个灰心笼罩我们的时候 疲倦笼罩我们的时候 那个痛苦愤怒笼罩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够用 但是神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我们来经历他恩典够用 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扛到旷野里面 像雅各一样 但是神却在旷野的里面 逼着我们去面对他 直接去面对他 所以旷野提供了我们单独面对神的机会 所以所有的过程弟兄姊妹宝贵 不要让机会随便过去 决定不甘心 白白受苦 那么第三个是他的结局 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要来看这个约伯记 终于要开始了 但是我觉得前言都很重要 很多人跟我说读约伯记很痛苦 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说你连读约伯记都痛苦 你要想想约伯多痛苦 对不对 如果连读约伯记都痛苦 人家的每一句话是有血有泪的 活生生的那种痛苦 而我们连读都痛苦 读不懂就不想读 我们真的是差太远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约伯记 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只能够 看到约伯受试验 顶多看到约伯的哀歌 我们一起翻到圣经 你们弄讲义也可以 因为头两章 我大概把大部分的经文都放在上面 它虽然是散文体历史的记载 可是里面本身属灵的教训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性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先来看约伯受试验 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 首先在这里讲到约伯的纯正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那这是中文圣经翻译到 把它翻译成为三个特点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那你去读原文去读英文圣经 它都是四个点 它是完全要加一个斗点 正直是第二个特点 敬畏神是第三个 远离二世是第四个 所以并不是在讲约伯完全正直 比如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圣经上讲到约伯的完全 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 特别是讲到成熟 所以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完全 约伯照着他的声量 照着他的年日 照着他跟神的关系 照着他在这个阶段的里面 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完全 他已经非常成熟 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他正直 他敬畏神远离二世 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 他常常也为了孩子们祷告 怕孩子们犯罪 神对他的介绍 圣经对他的介绍 就说巫师弟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这是我们首先看的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 约伯的第一次的试炼 第一次试炼 第二次试炼 我都把它分成两段 一个是天上发生的事 一个是地上发生的事 那我们就知道在看得见的境界 看不见的境界里面 其实事情都在发生 我们今天看的都是看得见的事情 但是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 其实事情也在发生 所以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 希望我们不要把它当作 只是一个虚拟的小说 一个神话故事一样来读它 其实它是非常实在的 在灵界里面 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 其实它都在发生事情 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遭遇 不过是看不见的世界里面 发生的事情 然后显在我们身上就是了 只是背后都已经发生了 天上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那并不是主不知道 那么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 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 岂是无故的呢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 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所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久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的面前退去 弟兄姊妹 我们从这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几件事情要看到 第一个 撒旦在遍地游行 他在地上走来走去 彼得前书第五章已经告诉我们 第八节到第九节 你们的仇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 就是在遍地游行 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只要我们有破口 仇敌在我们身上就可以有工作 那我就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几个人 能够经得起 这样子仇敌在地上的寻找和吞吃 有几个家庭 有几个教会 可以经得起仇敌 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寻找机会 为了要事迹来攻击我们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 让我们里面能够产生警觉 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自己也常常觉得生活里面 自己有的时候太不小心了 如果我们真正是仇敌 真正是属灵征战的严肃性 真正是仇敌整个所有的时间和力量 在这里想找方法要刺激来破坏 偷窃 杀害 毁坏我们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么为 这么的凶散 这么的随便 因为我们眼睛看的都是看得到的事情 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在看不到的境界里面 撒但在遍地游行 在这里寻找可以吞吃的 所以当神问撒但的时候 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在地上 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神就问他说 你曾经用心查看我仆人没有 他早就查看过 只是在约伯的身上他找不到空隙 但是撒但不服气 他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 岂不是因为你在他视为圈上篱笆 所以我想你们第一次上过约伯记的人都知道 我那时候特别提到了一个 叫做那道看不见的篱笆 没有经过约伯记我们自己读不出来 我们不知道原来在我这个人的周围 神为我设立的篱笆 那道invisible fence 那个看不见的篱笆 神在那里挡着我们保护我们 哎呀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 今天我们这个人太随便了 如果不是神看守如果不是神保护 撒但可以更直接的登堂入室 随时要破坏要做到多少就可以做到多少 就是他今天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他可以自由进出 他可以自由破坏 而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 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在这里看护我们 所以当撒但在这里挑战神的时候 他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 不是因为你在视为圈上篱笆吗 不是因为你祝福他吗 你如果不祝福他 你毁掉他这一切 你看一看他会不会当面的弃绝你 这就是撒但对神的挑战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挑战 我不晓得我们几个人见得起这种挑战 就是拿掉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祝福 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感恩节的时候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问过一个问题 我说假设 假设我们有来生可以在地上再活一次 这是假设 因为这是不合真理的 我说假设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有哪三件哪五件事情 是你希望你再活一次的时候一定还要有的 例如说你还是希望是个男的 例如说你还是希望能够娶同样的太太 这是很好的见证 例如说我还是希望我同样的能够能够读书 能够读到博士学位 或者我还是希望 我是除了信耶稣以外 因为我相信信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答案 我们都要的 你可能说我还是希望我是个中国人 或者你可能说希望我家里面还是有基本的经济条件 让我不要过得太穷苦 我们可能会挑一些 或是我希望我有我现在的健康 或是我有我现在的情意 我很喜欢弹琴 我还有机会学琴 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想这几件事情 你现在想想看你想要哪几个 当我们在这里希望他还有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为着已经有了我们感谢神 对不对 等到我们失去他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他的价值 我们才发现他这么宝贵 当我们真失去他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 他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应该感恩的地方 另外一个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小心 到底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有力量 是我舍不得没有的 所以当约伯在这里第一次经历剥夺的时候 神容许撒但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撒但一拿到这句话以后 你发现他在一日之间 把约伯所有能剥夺的 他全部剥夺 在这里借着四八人来 把他的牛群深处 这个女全部毁去了 然后又天上降下火来 这个仆人是讲说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 这并不代表是真理 这个火不是神降的 那仆人因为不认识 不了解 他们认为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神 那其实这是撒但降的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攻击全部从撒但来 把群羊给毁了 把群羊给毁了 加了敌人来 分了三对 把骆驼掳去 那最后有狂蜂蟲 快有瓜来 把所有的孩子全部都打死了 可以在一下之间 地上就约伯所有的 除了他的妻子以外 全部破斗 撒但把他的妻子留下来 因为还想借着他的妻子 再来折磨他 一夜之间全部掉了 妻子妹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读约伯记 怕读完自己也都掉了 妻子妹我们相信神 神把一个这么美好的见证 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 当他在仇敌的手中 被仇敌攻击的时候 他的心路历程 他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 他不会埋怨 他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 他不会怀疑神 他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 他有那么大的耐性 任凭朋友来欺负他 他也反击 妻子妹这都是我们的本性 但是神却在这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看见 他怎样经过了患难 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 无理的对待 经过了仇敌这么可怕 直接的攻击 而这个人至终 让仇敌压口无眼 这个人至终 成为欺负他朋友们的祝福 这个人至终 让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 被彰显出来 而这个人至终 在这里得到了神为他预备的结局 尤其妹 我觉得约伯记太伟大了 这是第一次约伯的遭遇 身外的剥夺 大家不要觉得不容 不要觉得是简单的事情 我们读约伯记 常常就一下子就读过去了 你稍微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发现连我们买的车子被撞一下 我们都几天睡不着觉 对不对 不过是咔了个头就是了 我们心里就心疼 我们的工作掉了 我们就跟神埋怨个老半天 神啊你在哪里 为什么我祷告你 为什么我祷告你不听 我们的家人多久没有信主 祷告还不信主 我们也就怀疑神 很多的时候一点点的事情 就让我们这个人已经不行了 但是你发现约伯 当他碰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的反应 他说我赤身处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毁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哎呀弟兄姊妹 我们觉得念这些话都绝对不配 真的 怎么配念这些话 约伯的表现太伟大了 真的是太伟大了 谁可以经得起财务损失了 儿女损失了 谁不爱自己的人 什么都没有 好 撒旦大败了 大大的失败 但是呢 接下来 天上又发生事情 第二章 约伯第一次的试炼是身外的剥夺 约伯的反应是低头敬拜神 约伯第二次的受试验是肉身的折磨 而他的反应仍然是向神持守纯正 又有一天神的重子来示立在耶和华的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晚反而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 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你虽然激动我去攻击他 无故地毁灭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以皮带皮 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你且伸手害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他必当面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命 地上发生的事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掌毒疮 约伯就坐在颅灰中 拿瓦片刮身体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死了吧 约伯却对他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的手中得福 不也受惑吗 约伯的反应就是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必不以口犯罪 约伯的不开口 不埋怨 叫撒旦亚口无言 这是第二次约伯受到的剥夺 那你就知道撒旦来的目的 他就是要叫我们弃掉神 叫我们否定 叫我们怀疑神 叫我们离开神 这是撒旦一直要做的事 那我今天早上已经跟大家提过了一章十二节 当他第一次来挑衅的时候 神对他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 而第二章第六节 神却说 他在你手中 我说没有太多的人可以经得起这种考验 也没有太多的人能够经得起神这样子的信任 有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托付 这个神知道他 神知道他的仆人 那弟兄姊妹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 他在你手中 我想约伯如果在地上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 他吓死了 真的吓死了 那弟兄姊妹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那约伯在这里对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在这里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存症 你弃掉神死了吧 那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人 我是不晓得你们 你们可能比我有怜悯心 当我一读到他这个妻子的时候 我就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狠 怎么对他丈夫这么狠心 哎呀这个真是一个鱼丸的妇人 我们本人就会觉得他的姊妹太没信心了 谁敢讲他的姊妹没有信心 第一次那样子的剥夺 全家产业全部掉 心爱的十个孩子全部死 你没有看见他的太太有任何的埋怨 这一关已经打倒了多少座太太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读到这些事情 很容易就说这个姊妹太糟糕了 这个姊妹太不属灵了 这个姊妹太没信心了 这个姊妹太配不上她丈夫了 哎呀我们就会有很多的judgment 很多的批评论断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的姊妹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真的很了不起 他只是看到约伯再一次从脚顶到头 到头顶全部长毒疮 那个痛苦的那种样子 他实在受不了 我是没有时间太多去讲 但是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约伯记的时候 我也曾经把约伯所有这个病 在他身上所带来的一些的病症一些的现象 这些经文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你就知道你只要你想你都很难过的 他长的这种病是一种 他们叫做橡皮病 但是又是一种特别严重的一种 他是大麻疯的一种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的形容词 像第二章 他是讲到全身这个毒疮 从脚顶到头顶 然后他是发痒痒到一个地步 他需要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 他那个养动没有办法他要刮 然后血龙都出来 所以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 在那里讲到说 他是以虫和尘土为一 那个苍蝇可能都在他上面 虫可能都在他上面 他为什么叫做以尘土为一呢 因为都是血都是龙 所以灰尘风吹过来 所有的尘土就留在上面 所以他的衣服就是尘土 因为都是血都是龙 他皮肤才收了口就又裂开来 他长不起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 然后圣经有很多的形容 你第二章有形容 第七章有形容 第十六章 十九章跟三十章 都是形容 里面都有经文 提到他这个病症的现象 他骨瘦如柴 皮贴到骨头上 他发热 热到他全身都没有办法 他整夜睡不着觉 在那里等候天亮 尤子妹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他嘴巴发臭 所以他的妻子也厌恶他 你要知道他的妻子 看到他这副受苦的样子 他信心熬不住了 他觉得神到底在哪里 他说你还要持守你的存症吗 你干脆弃掉神 尤子妹我相信 他的妻子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他把他痛苦的感觉说出来 所以我在讲说 我们读《月薄记》的时候 千万不要急着随便下瓶乱 都是不容易要把自己放进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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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